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的外交关系 就邦交国的关系 同时呢 也有人呼吁说让台湾重返联合国 那这个话题 因为这两天一直在吵 吵得很多人也在评论 我呢 觉得这个话题不是很新鲜的话题 但是既然大家都在说呢 那我们就来说两句 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 台湾 或者我们说叫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这个国名曾经是在中国大陆 在蒋介石时代 那个时候就叫做中华民国 在1949年 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和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 内战结束了 二战之后 中国呢就陷入了内战 内战 内战主要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 那在49年 蒋介石战败 所以蒋介石带着他的所有的主要的这些干将军队 就从中国大陆就去了台湾 在台湾那个地方就定居下来了 就扎下根了 那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 他整个的就统一了中国大陆 最后剩下台湾这个地方 以当时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的实力 他要想渡过台湾海峡 再继续去打的话 那个时候他的军力 各方面实力不够 所以当毛泽东战胜了蒋介石 把国民党等于叫赶到了台湾这个岛上之后 毛泽东就停止了 就没有再往下继续再打这场战争 然后毛泽东宣布成立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1949年 当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 国际社会是不承认他的 认为这是一个土匪的政权 认为当时在联合国代表中国政府的那个名字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在1949年之后 国际社会依然承认中华民国 而不承认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当时那个国际形势来看 二战之后 整个世界呢 分成了两大阵营 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 那个是以前苏联为龙头的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个就是美英为龙头的一个西方阵营 这两个阵营之间呢 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很多年的叫冷战 也就是他跟前苏联冷战 实际上就跟整个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 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阵营 除了苏联以外 中国是比较大的 古巴也在里面 朝鲜也在里面 罗巴尼亚也在里面 对吧 类似有一些这些小国家在里面 包括捷克 东德都在里面 那在这个冷战的过程当中 那美苏之间就有很多的角力 主要是在军事上 有一些军备竞赛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发生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 六九年 这个时候 中国和苏联发生了一些分歧 在中苏边界的一个地方 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由于中国和前苏联 他们发生了矛盾之后 大概是毛泽东和前苏联的领导人之间 有一些观念不同了 所以苏联就撤回了专家 那个时候 从1949年之后 前苏联一直在扶持中国 给中国各种援助 军事援助 专家的援助 以及很多的护访 比方说 中国又派出了很多的留学生 去到前苏联去学 学习前苏联的那些经济啊 政治啊 等等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苏之间的友好 在一段时间是非常好的 当时在中国大陆称前苏联为老大哥 或者叫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 当1969年中苏之间发生了分歧之后 在中国的北方 在中苏边境那地方 就有一些很小的 很不值得一谈的一些小的摩擦 所以呢 苏联就撤回专家了 两国的关系就不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就发现了 这可能是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他们是希望能够把中国争取过来 把它归纳到这个西方的阵营里边 而中国呢 从土地面积也是一个大国 同时呢 人口呢 也是一个大国 只是经济上很落后 那个时候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是非常落后的 而且中国呢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呢 又靠近前苏联 所以那个时候 美国就制定了一个新的全球战略规划 也就是希望把中国拉拢过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尼克松访华 访问北京 会见了当时的毛泽东 会见了周恩来 然后 这个时候 承认 就是美国呢 我们承认你共产党 所领导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时呢 在联合国 将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华民国给驱除 然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进入联合国 所以 那个时候在美国整个的主导之下 全世界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 而中华民国蒋介石这个政府呢 就出去 当然在历史上呢 有人说是蒋介石自己退出来的 或者也有一个版本说 美国当时还希望蒋介石这个中华民国政府 停留在联合国里边 只是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什么什么成员 但是呢 主要的那个位置 这个安理会这个位置 是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取代 那那个版本就是说 蒋介石认为我跟汉肥 势不两立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既然你美国都认了他了 我就走 这样一个版本有这样说的 当然也有一些历史的版本 就是说美国就直接把你踢出去了 反正那时候你已经没用了 你已经是一个没有什么分量的一个棋子了 那个时候他们需要和中国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 然后把中国变成一个美英势力范围里边的一个大国 和前苏联对抗 所以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战略方针的指引下呢 那美国就对中国实行解禁 政治上解禁 经济封锁解禁 八桶解禁 然后呢 有很多的互访 比方说互设大使馆啦 交流啊等等等等就开始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把台湾给抛弃了 那时候就没有用了 当然呢 那因为台湾这个政府这个流亡政府 我们前面讲过 它和一般的流亡政府 它不太一样的就是 它自己有一块土地 这块土地还是一个很单独的 跟别人不挨的 它是一个岛 在这块土地上呢 他们自己就建立了自己的货币 建立了自己的一个政府 甚至呢他们还印了自己的一个护照 更严格的说 这个护照应该还是中华民国护照 这个护照在国际上并没有被作废 依然可以使用 只是在这个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护照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那个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了 而这个护照也还承认 只是这个承认的等级不一样了 它不作为一个国家了 它就作为一个地区 这个时候美国为了让中国能够满意 就是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的原则 它只是含糊的这么一句说 但是呢 这个中国是谁呢 到底是你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台北的中华民国 这个他就不说了 不说 你自个去理解吧 那北京呢 显然他认为这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在联合国 它是一个合法的席位嘛 对吧 它又是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成员 所以正式的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当40年过来到今天 对吧 70年代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 40多年过来以后呢 美国人突然发现这40年他们政策不对了 他们错了 他们说被骗了 其实我们前面讲过不是别人骗了他 是他自己的智囊他自己错误的定义了 错误的判断了整个的国际形势了 或者说美国的这些所谓的专家们 他们对中国不懂对华人不懂 所以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想法去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 其实呢 他们是一个不聪明的做法 到今天呢 突然觉着他们觉得被骗了40年 所以今天呢要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了 这个呢 我们也不说他正确还是错误 至少就说我前面有一集讲这个问题 如果你这个人真的有人骗你40年 你都没有识破的话 那你这40年不就是傻子吗 你还能那么多的专家 那么多的学者 那么多的智库 有这么多智库都不出好主意 都出歪主意 那些智库那些人的大脑都智商也有毛病吗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懂吗 没有一个人清醒点吗 这个就是他的问题 不能说是北京的问题 中国他那个情况是摆在那的 你愿意这样做 那是你 那到今天 这个话题呢 又被挑出来了 我之前和欧博士讨论过这个话题 欧博士说这个话题并不新鲜 也就是说让台湾重返联合国或者美台重新恢复邦交 并不新鲜这个话题 只是呢 没人理 没人提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话题现在不值钱 没有评论的意义 没有评论的价值 所以一提到这个话题 他就觉得没什么可说的 那今天呢 由于在这个新闻上 在很多的媒体上又把这个话题挑出来了 那我们就看看吧 那今天他为什么又把这个话题挑出来呢 我们看看他真的是要现在和台湾建立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 或者说真的是要把台湾把它重新再请回到联合国吗 这个可能性我认为没有 并不是真的 因为你现在要把台湾请回到联合国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在安理会里边呢 他不会出去吧 你不能把北京政府给踢出去吧 那你这个时候把台湾政府把它请回来 那你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你不是之前说了吗 中国只有一个 一个中国的政策 这是美国公开说就一个 one china policy 对吗 既然是one china 那你现在你怎么可能把台湾政府给请回到联合国呢 还叫中华民国呢 这种可能性有吗 第二 你说美国和台湾重新建交 当时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是因为美国首先先切断了和蒋介石的外交关系 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大家都跟着美国老大哥切断了和蒋介石的外交关系 而和北京政府签订了外交关系 这个都是跟着美国一起做的 到今天你突然要跟台湾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了 那现在这些人能跟进吗 我看恐怕不一定 不一定能跟进 因为你这个在玩这个东西就让别人看出来了 你在干什么呢 这不像是一个很聪明的一种外交手段 这样的话呢 很可能别人过去对美国人的尊重 对美国国家的尊重 对美国总统的尊重 都会因为这次台湾的问题可能会降低 之前我就这个贾博士 贾总统选举的事情 我也说过类似的观点 就是蔡格格是一个贾博士 骗人的 没有 一个假的博士 在所有的西方国家 如果被发现的话 没有一个不下台的 都会下台 而蔡格格这个贾博士呢 不下台 选举坐票 舞弊 这个没有能胜选的 在西方的民主社会里边 没有人能干得这么明显的 而蔡格格呢 干了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表态 就会影响他自己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那个声望 影响全世界各国家如何看待美国 如果你美国标榜自己是民主世界的龙头 对吗 在美国那立了一个自由女神的神像 一说来到美国我们都要去看看自由女神去拜一拜 哎呀来到了自由世界了 民主世界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 那像蔡格格这样一个明显的 做票 造假 假博士 你美国政府 要表态了 如果你支持他 行 那大家就完全明白了 你 也不是所标榜的那个东西 对吗 而现在呢 你又扶持他 所以美国在台湾这个问题上呢 他 错了 我认为他是错了 这样一个造假的人 美国这样扶持的话呢 对美国的自身是有损害的 过去我们总称啊 美国是叫国际警察 维持国际的秩序 如果哪有怎么怎么样的话 有美国人出面 对吗 现在这个世界警察 这个国际警察这个名称 已经不再扣在美国的头上了 为什么呢 我们说 如果是警察 那个地方有人偷东西了 你要不要去抓呢 如果你警察 把这个小偷给抓起来了 告诉大家 我抓了以后 他不能再偷了 他不能再撒谎了 人们还承认你是一个警察 如果今天那儿有个小偷 人们看到有一个小偷在偷东西了 报告警察 说那儿有个小偷 结果警察来了以后呢 把小偷给保护起来了 说你们不许伤害他 你们不许碰他 这个是一个楷模 这个是个好人 如果警察这样做的话 那老百姓今后如何再看待这个警察呢 老百姓就会认为你这个警察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你就是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小偷 你跟这个小偷就是一家人一路获色 不是吗 所以你自己的名声 自己的民主的那种好的那种美德 过去宣扬了宣传了很多年 立起来那么一个标杆 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 而在蔡厄厄的问题上 你公开的去保护他 去支持他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 最终可能美国获得了一点点的经济利益 但是美国整体的国际形象将往下掉 这个所有的人 只要用脑子的人 用心分析 观察这个国际政治的人 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从现在也慢慢慢慢能看得出来了 那对美国的整个的国际形象 其实是减分的 并不是加分的 难道这一点美国人不知道吗 我之前有一期节目也说 我们认为美国这次误判了台湾的政局了 它是一个伪政府 它是一个坐票坐的政府 它是一个假博士 这么明显的 这么严重的一种不诚实 欺骗的行为 而一个民主世界 美国你依然去保护他 这种情况下 就我们很多人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就以这次美国总统选举为案例 对吗 大家现在就是 不会去投川普了 我周围的很多人 在聊天 在谈起来 都是这样一种表现 就是算了 不投川普了 当然有一些华人就说 那你们就去投拜登 可是他们看到拜登也不怎么顺言 也觉得拜登也那么回事情 所以呢 美国民主世界的龙头这个形象 这个国际形象 其实是被蔡哥哥给拖下水了 对美国并不好 但是呢 这个东西 它杀不住车了 现在这个美国大选呢 慢慢慢慢这个话题越来越热 因为接近了嘛 因为还有一个多月 现在我们在感觉 现在在美国川普 在选美国总统这个话题上呢 他的对手好像不是拜登 他的对手好像是中国 好像他在跟中国选局 不是你习上 就是我川普上 怎么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呢 就是说 你现在选的是美国总统 那美国总统 你的外交政策 你有一块 这仅仅是你一部分 你外交 你愿意跟全苏联冷战 你愿意跟中国冷战 你愿意怎么怎么样 这个 那是你的事情 这个大家无可指责 但是你的主要的一些issue 你的主要的政见 还是应该像川普第一次选举似的 基于美国国内 美国优先 你的内部 你的内务怎么能搞得更好 其实主轴 还应该在这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也不偏向谁 我们就是从旁边去看 如果你这个选举 你把你的重心就压在美国国内 就希望有一些制造业能够回来 这样的话题都是没有问题 起码没人能指责你 这还算正常 可是现在呢 你就看这个新闻吧 一个新闻接着一个新闻 哎呀就像他们 很多人很兴奋 就是连珠炮 叫连珠炮 一炮接一炮 连环炮 哎呀连环炮打着北京怎么怎么样 你不跟他选举啊 你是在美国选举啊 你应该连珠炮去打拜登 打民主党 这个还有一点道理 而现在呢 美国整个这个机器 这个国家机器 从上到下 全部都弄来 孔中 用这个孔中牌 去打这次美国选举 这个过了 我觉得是过了 并不需要 一个国家内部的选举 你用这样的一种 对外的一种牌 回过来 要求选民说 你要投我的票 从逻辑上来说的话 并不成立 并不准确 因为美国人民 不应该像台湾那样 那么容易被忽悠 美国他已经多少年了 上百年了 对吗 他这种选举制度 他的新闻的通透度 也比台湾好很多 台湾现在一个人 可以把所有的媒体都垄断了 一个杂音都没有 在美国是垄断不了的 美国的现在这个新闻 至少还都是有一定的通透度 但是当然最近也发生了很多 这个就是关于新闻自由的一些话题 等一下我们待会再讨论第二话题 所以在美国这个地方呢 他新闻还是相对的 有很多的说话的权利的 很多平台在说 因此你既然垄断不了 那你这个事情 当你做了以后 大家有很多的批评 有很多的评论 这些评论呢 对川普的整个的形象 其实是下降的 但是现在呢 民调特别的奇怪 前不久说 拜登的民调 大大的胜于川普 这个我也不太相信 我觉得不太可能 到现在呢 媒体呢有点转向了 前不久说 这个川普的民调呢 已经赶上来了 现在呢 川普的民调已经上升了 已经压过拜登了 这个呢我也不相信 我觉得这个民调 有点也是被操纵了 你怎么可能 像美国这个社会 你就高喊一个恐钟 我要反对中共 人民就 哎呀我就投你的票了 美国的选民 有那么智商低吗 我可不认为 我不认为美国的选民 是看这个就投你票的 所以在这个整个 美国现在这个选举的 政治操作上呢 就是他有意识的 狂打这个孔中这个牌 在打这个牌的过程当中呢 烧带手呢 就把台湾给烧上了 也就是他知道 台湾这个棋子 是最能够激怒中共的 一个棋子了 死尽的最近 啪啪啪啪啪 死尽的点这个棋子 点的蔡威挺高兴 觉得终于有人重视他了 蔡威还表态 我们已经做好了 下一步的准备 你以为美国真的要跟台湾建交吗 我不认为 我觉得当这个选举过了之后 这个话题就降下去了 当选举川普连任之后 搞不好 川普又去访问北京了 海湖庄园可能又接待习总统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中关系有可能在明年开始又缓过来了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认为是存在的 川普在拿一个诺贝尔的和平奖 那个时候 他既然拿了一个诺贝尔的和平奖了 他怎么可能在背上一个发动战争的这样一个罪名呢 比方说台海发生战争了 美国在南海那扔几个炸弹了 这样的动作 川普能做吗 他一定不会做的 一定不会做的 因为那边有一个诺贝尔的和平奖 已经马上就要掉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疯狂的卖台湾的武器 当然这个就是有一个报道说 川普四年卖的武器 顶奥巴马八年卖的武器还多 也就是说奥巴马执政的两届 在八年之内卖的武器 让川普四年全卖了 军火交易也全卖了 很大的一个部分 很大的一个头就是卖给台湾了 那卖给台湾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其实真的要打仗吗 台海那个地方 美国真的要出兵吗 这些都是一些过去老的话题 大家已经讨论了无数遍了 到现在呢 我认为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这个棋子呢 狂打 中共那边呢 还是外交部抗议 美国这边呢 不理你 你还说什么 说什么 我就是狂卖 为什么 钱过来了 很实惠的东西 就是钱过来了 另外呢 再加上 现在有一个 经济上的一个 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动作出来 政治上已经有了 对吧 政治上一直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圈 这个圈呢 等于冷战呢 又回来了 这个冷战回来的这个焦点呢 应该是美国和中苏和中俄之间的一个新的冷战 普京这个时候在旁边很乐 他在这旁边看戏 但是普京呢 他也不会站在美国一方的 这个是很明确的事情 但是普京是不是站在中方呢 这个很难说 普京在这个地方他也不会明显的站在中方 但是这样一种新的冷战形成之后 我说对整个地球 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这个地球 我们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就一个人来说 你就这几十年 在这几十年当中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那些领袖们 你们当官 也就是八年 十年 有人可以当四十年 在这四十年当中 难道战争是一个国家生存的主要目的吗 应该不是 对吗 和平才是主要的目的 而为了和平 为了整个地球上要实现和平 有很多方法可以走 有很多方法可以用 有很多科学的方法可以使用 而使用武器 使用战争的方法 绝对不是上策 可是呢 你看看现在 由于军备竞赛 引出了多少的资金 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 而由于军备竞赛 生化武器 实际上也属于这个范畴里面的 像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对抗 就导致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当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逐渐升级的时候 他们所研制出来的一些新的武器 对人类是不是一个毁灭性的灾难呢 很有可能是是的 很有可能 这个军备竞赛在逐渐的升级 因为你的意识形态在对抗 所以就导致了军备竞赛在升级 当军备竞赛升级的时候 武器的研究也在升级 更大的杀伤力的武器 双方都在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 倒有一天 就像这次这个疫情似的 也许这两个国家 都没有直接的去发动真正的战争 但是这个武器会不会引爆自爆呢 这种可能性难道不存在吗 从现在我们就已经看得出来了 你研制的武器是要杀人的 你要战胜那个国家的 但是有一天你没用 你在自己家里爆炸了 导致着什么 你自己把你自己的人民给炸死了 有一天这个地球 武器再升高 会不会毁灭我们的地球呢 到那一天有可能 虽然我们都不在了 我们都已经离开了 人的生命非常短暂 但是这些当权的人 这个未来的趋向 是不是应该停止呢 应该考虑选择一个 更有利于全世界和平的 更有利于让所有的地球上的人 都过上一个安详 平和长寿的生活 各国政府是不是应该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地方呢 而不是去发展军备竞赛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科学 但是呢 有没有人去推进这样的一个科学呢 没有 从现在看来 这个地球上有实力的几个人 他能够左右这个世界 平安 还是战争这几个人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在让冲突升级 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我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不正确 正确的方向 应该是这些有权力的 有无限权力的人 应该回过来看看 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 是不是我们生活得很幸福 是不是我们生活得很平静 这些政策 是不是应该向这个地方倾斜 这个才是我们所希望的 国家领导人的心胸和他们的眼光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国家领导人 他真的把重心 把他的眼光低下头来 看看最基层的 占80%人口的这些普通百姓 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你把你的政策 把你的资金 把你的钱财 都用在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难道这样的政府 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我们所要支持的一个政府吗 很遗憾的就是 在这个地球上 你们去看看 哪一个国家的政府 是照着这个方向去走的 当然前两天 欧博士说有 比方说北欧四国 北欧六国 这个我认同 我认同 我觉得从现在看来 真的在北欧那几国家 他们的老百姓生活的 真的就是非常的平静 平和 他们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仇恨 他们的经济也没有那么的富有 但是他们也没有那么的贫穷 他们过的每天的生活都是快乐的 那个北欧那几个国家 他们的领导 从来就不会出现在这些国际媒体上 那种亢奋 那种怎么怎么样 好像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 我们都不知道 芬兰的总统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 瑞士的总统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 挪威的总统是谁 等等等等 冰岛 我们研究国际政治 就从来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 但是 你到那个国家去看 你会发现那个国家 风景美 人文美 平和 整个社会 在很有秩序在往前发展 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他们的脸上有笑容 这个我觉得 才是这个地球上 所有的国家领导人 应该所效仿的 所学习的榜样 真正的榜样 我觉得北欧那几国家 就目前来说 比较西方也好 亚洲也好 我觉得 他们那种管理的模式 那种人民生活的状态 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至少在近几十年之内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好 以上是仅仅代表我们的个人的观点 不仅仅正确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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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